赵薇资本市场受挫,处发不痛不痒,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流泉随时可走滚到好娱乐新闻Glanty World。 赵薇一代人的偶像和女神琼瑶阿姨的不朽经典,还朱格格的女主角小燕子这个角色让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赵薇一举成为国内最有影响了当红花旦,赵薇引领了最早的一批追星族,这个追星不是指的某明星到了一个地方大家离得不远过去瞧一眼,而是很多人专程为了看赵薇专门坐车过去。 那个时候赵薇正在拍拍朱格格第二部的时候,在她住的酒店有一大批粉丝专门为她而去。 这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比这更早基本都属于是看热闹,看明星的比如刘晓庆。 当年刘晓庆出去吃碗面,就造成了万人空向的场面,巷子里所有的人都去围观刘晓庆吃面去了,当时那可是是打湿的,全是自发的,不像现在有些明星专门花钱亲粉丝去接其什么的,为自己制造一个很火的势头。 总之一句话,当年赵薇很火,尤其是她又出演了两部大剧,情深深与萌萌金花烟云,以及新野的少林足球和徐安华导演的玉观音。 之后,赵薇已经成为娱乐圈独党一面的超一线大咖,而且那个年代,没有今天信息传播的这么广这么快,也没有假数据的问题,赵薇是真正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巨星。 原本赵薇继续这样走下去是很有机会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但是一切在2008年发生转变,那一年是奥运年,对于赵薇来说也是她的幸运年,她遇到了自己的老公黄有龙,两人在四年便结了婚。 在2010年,赵薇诞下一个女儿,原本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当然,对于赵薇来说也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与黄有龙相恋到结婚到产女,赵薇除了人生角色在转变,她的人生规划和追求也在悄然发生转变,黄有龙是个商人。 赵薇也开始将经历从演艺事业转向商业,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赵薇也开始从一个演艺人员开始以向管理者进行转换。 赵薇的从商之路不可谓不顺利,在马云的指点之下赵薇一路高歌猛进,一度被誉为中国的女巴菲特。 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越成功越自信,越自信胆子就变得打了,通俗点讲就是膨胀。 人在成功以后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不膨胀,如何做到守规矩。 赵薇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2016年初赵薇和黄有龙的商业帝国达到巅峰,两人一度登上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末,两人遭遇了滑铁炉,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一年因为赵薇的公司已高达51倍的杠杆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事情将赵薇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桩交易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此次事件中,赵薇出资6000万收购当时的万家文化价值高达30.6亿元的股票除6000万以外,其余资金均为介入,而更加让人诧异的是,赵薇并不是在收购之前就把钱已经借好了,而是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才去借钱。 这桩交易一波三折,最终已失败告终,而当时因为赵薇的明星效应,有不少的股民去买了万家文化的股票。 万家文化的股票也因此暴涨,可是最终赵薇没能完成收购,万家文化的股票开始,暴跌。 曾经那些因为赵薇要收购万家文化而买股票的散户们因股票暴跌损失惨重,他们也将赵薇的公司搞到了法庭。 最终赵薇因为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就贸然公布收购计划,因而对市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赵薇夫妇受到了惩罚。 但是这次的惩罚对赵薇夫妇而言可以说不痛不痒,就经济上的处罚来说,他们只被罚了90万人民币而已,这对赵薇而言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赵薇算是轻松的度过了这次看上去很难的难关。 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事情,赵薇现在的国籍是中国,但是他拥有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永久居留权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新加坡绿卡,也就是说,赵薇可以在新加坡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在居住期限达到一定年份之后,就可以申请加入新加坡国籍,成为新加坡人,同时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但是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赵薇,每年都必须要去新加坡带购足够的时间,不然这个永久居留权就会被收回。 这是什么意思呢?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给自己留后路,就比如说现在赵薇因为这件收购的事情声名隆极了,他就可以带上自己的资产去新加坡叔叔夫妇的过日子,带上几年之后申请新加坡国籍,顺利通过申请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她依然可以拥有一样的生活,在世界各地享受美好时光。 赵薇一度是我非常喜欢和敬重的女明星,让人很难想象曾经那样清澈领动的小燕子竟然也干起了割韭菜的事情。 如今在重新审视赵薇,心情复杂,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评价。